没想到之前,我国公安机关通缉缅北名家只是开胃菜,重头戏原来还在后面。 洞见历史人物品息世间百态,欢迎订阅历史解读。 缅甸高层访华后,同盟军与缅军默契停战,大国要人谁敢不给。 前几天,辽宁、福建、重庆等地的公安机关发布多条通缉令,主要人物是缅北的四大家族,魏白二流。 要知道,国人苦缅北这个电诈魔窟许久,更是对背后的四大家族恨之入骨,但是,鲜少有人能预料到国家层面竟然会出手。 这不仅是对国人的一种交代,更是对世界各国,尤其是缅甸,表明中国坚决打击电诈的态度。 要知道,自10月27日以来,国杆同盟军揭杆起义,对国杆在内的缅北地区展开一轮又一轮的军事行动,并且喊出打击电诈的响亮口号。 与此同时,也一直有中国的身影,比如中国在缅北电诈人员大范围遣返,以及呼吁缅北地区以积极谈话为主,拒绝战争。 12月8日,时任缅甸副总理兼外长的丹粹,来到北京与我国外长王毅进行会谈,期间提及中缅合作过程中打击电诈与解救被困人员的成果。 同时也强调了双方会继续再接再厉。可以看出,中方一直在打击缅北电诈一事上积极行动,但令人疑惑的是,为何现在才通缉电诈的主要人员呢? 疯狂至极,覆灭是唯一结果。 2019年末,呼吁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,打乱了几乎全世界人们的正常生活。 但是,令人没想到的是,在这种需要全人类站在统一战线,抗击疫情的艰难阶段,却有人动了歪心思。 连北电诈势力一军突起,一根电线,一台电脑,一部手机,几句甜言蜜语的话, 就能让受害者损失上万,甚至上百万。 如此高利润的回报,离不开背后庞大的关系网,而网的中心,就是四大家族。 他们这群人,早在上个世纪,就已经出现在缅北地区的势力组织的名号中。 那时,四大家族的各个头目,隶属于国杆同盟军,头领彭家生,也是如今同盟军的头领彭德人的父亲。 上世纪90年代,在彭家生的带领下,国杆同盟军与缅甸军政对抗,终于被承认国杆地区的自治地区,而他被称为国杆王。 本来以为,国杆地区会就此安宁,但是,彭家生却反其道而行,提出禁毒禁毒等一系列违法产业链, 这让一群靠谱正当手段敛财的手下,愤慨万分。 很快,一场围绕着推翻彭家生的理应外合的内斗,拉开了序幕。 2009年,白锁城首先举弃倒戈,魏超人与刘国席紧跟步伐,从内部扰乱国赶同盟军的备战,联合缅甸军队的强烈攻势,直接摧毁彭家生的全部防线。 外有强敌,内有家贼,彭家生自知命数将决,为保命逃离到深山老林中,逐渐消失了踪迹。 以白锁城,魏超人,刘国喜与另外一股势力,刘正祥被称四大家族。 此后,缅甸地区彻底成了犯罪的天堂。 四大家族中,势力最大的是白与魏,几乎控制着缅甸地区的政治、经济与军事大权。 白锁城市果敢地区的政府主席,被称为土皇帝,其子女们也不遑多让,纷纷操起了吸血他人的经济手段。 长子白英能是百胜集团的董事长,名下有酒店与赌场,二女儿白英能是新百利集团的董事长,表面上是慈善大亨。 却也涉及赌场与色情等非法行当。 更重要的是,白锁城的二儿子白英仓算是接过老爹的接力棒,也在国感政局混出了名堂,同时兼任国感财政局副局长与国感自治区民兵大队长,并且是苍盛集团的董事长。 白家的实力遍布三方,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链,自给自足。 而卫家也是紧随其后,卫超人经营赌场是电诈集团的洗钱渠道,弟弟卫怀仁掌握着某个边防营,其长子卫青涛也在军权部分任职,这让卫家成了四大家族中唯一一个手握军权的势力。 当然,他们也有自己的电诈事业,那就是亨利集团,卫超人的女儿卫荣是董事长。 她被称为绵北女魔头,曾用包装成远征军后代的网红,在自媒体平台上吸粉,之后各种各样的哄骗国人,还涉足东南亚的酒店娱乐业与赌博。 刘国喜没有大规模参与到电诈行业中,但是,她所操控的矿产业却需要大量廉价工人,故而也与电诈园区进行合作,有的猪仔被榨干最后一点价值后,会进入人体器官交易环节。 子女们也自成副业。 经营矿产,赌博,酒店与业务。 可以说,刘家一脉相承的血腥手段,是即便不靠电诈,也能在缅北地区拥有一片立足之地的原因。 刘阿宝,又名刘正祥,是四大家族中唯一不是彭嘉生部下的一支势力,靠贩毒起家,是福利来集团董事长,经营赌场与房地产。 大儿子刘吉光建立恒安科技园,二儿子刘吉凯建立KK园区。 四大家族所有的集团都是挂羊头,卖狗肉,打着合法产业的旗号,却围绕着电诈,赌博,色情,器官买卖等一系列违法够大。 尤其是在国人口中臭名昭著的KK园区,不少现身说法的逃脱中都提到过其中的残忍,包括被电击、光水牢、与狗同吃同住等等。 不可否认,被营救或者潜逃成功的幸运者,有人是抱着发大财的梦想,上当受骗也被人评为因果循环。 但是,若激发人欲望的毒瘤继续存在,将会将这个影响恶性循环下去。 因此,多年来,我国从未停止对缅北诈骗的防骗宣传,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。 终于,今年9月份,我国联合缅甸、泰国、老挝正式进行对边境地区诈骗行为的专项治理行动成果显著。 可是,缅北地区毕竟属于缅甸,鉴于他国内政不得干预的外交政策,我国无法单刀直入,而果敢同盟军的卷土重来,打开了清除缅北诈骗的新渠道。 只是,事情的发展逐渐出乎了意料。 抗争到底,边境安全是重中之重。 果敢同盟军的第一枪确实打到了缅北电诈势力,但是,别忘了,其头领彭德仁是彭家生之子, 也是那段全家被内贼外党勾结而狼狈逃窜的见证者。 因此,果敢同盟军的根本目的是重新掌握果敢地区的政权。 魏鹏加生报仇。 据数据显示,截止到今日,果敢同盟军已经占据果敢地区的三分之二领土, 并将四大家族的主要势力牢牢围困在老街。 一次次的战乱,已经让这场在缅甸内部爆发的地缘政治事件越来越清晰。 而深陷局中的缅甸军政府自然也明白。 要知道,四大家族之所以能肆无忌惮,主要原因是缅甸高层的不作为或者说是狼狈为奸。 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,缅甸是军政府控权, 即军事内部完成军事内部的人员任免,而当地政府没有资格干预。 并且,大部分军队都经商,避免不了立自当头。 彭家生之所以被逼退,主要原因是他提出的禁毒禁毒口号断了军政府的路, 再加上内部人员的不满。 将缅甸军政府称之四大家族的保护伞也毫不为过。 自国感同盟军进攻以来, 这个状况就被摆到了明面上, 不止招致了缅甸民众的不满, 还有国际社会的谴责, 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多次呼吁要缅甸军方尊重人权, 停止对四大家族的支持。 一开始, 他们确实有几分示弱网闻的态度。 但是, 一个国家与全世界为敌, 势必要掂量下是非利弊。 更何况, 国感同盟军气势汹汹, 而四大家族基本上是负于顽抗, 想要重掌缅北地区的控制权几乎是困难重重。 因此, 缅甸军政府做出了理智的抉择。 12月8日, 缅甸副总理兼外长丹岁参加蓝媒合作第八次外长会议。 与我国沟通, 主要有两个目的, 一是一同坚决打击缅北电炸, 二是希望重新安定缅北地区。 重新安定缅北地区, 中国也早就表明态度他国内政不会干涉。 但是, 中国也会加快推进中缅经济走廊, 维持中缅边境的稳定。 至于打击电炸, 无论缅甸情真或假意, 都是中国的志在必行, 而有了缅甸高层在明面上受益, 更好, 更迅速地完成行动。 因此, 中缅会谈结束后, 中国第一时间发布对四大家族的通缉令, 意味着, 要个持续近三个月的电炸行为画上句号。 其实, 四大家族目前在各方势力的围追堵截下, 早已经是强弩之末。 白索成在逃跑中被军方拦下, 而女女婿更是直接被果敢联军发现, 魏家表示要誓死抵抗。 但魏家儿子被捕并不是一个好讯号, 刘阿宝早在11月5日关闭自己电炸园区, 并主动向同盟军投降, 刘国喜目前没有动态, 但想必也不如往日。 不过, 让敌人有喘息之机, 就是给未来埋下引线, 因此, 中国这次势必要一网打剑, 绝对清算。 清除攀附在国人身上的毒瘤, 两国之间才能更好的合作, 人民也能安居乐业。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 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留在评论区, 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, 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。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, 我们下期见。